我自己認為我在一個 真的在一個雕塑博物館工作 因為這些偶戲的作品 是一個非常重大的色彩 各種做法是非常高級的一個文物 那尤其是在華人文化 我們很少有人的雕像 大部分是神像 或者跟宗教相關的文物 很少人 那偶戲裡面我們就看到 所有的這個華人的客同特色 我們這裡看到一個名單的布袋戲偶 那我們看它是代表 古人的美術的概念 第一是顏色很白 因為白色是漂亮 頭髮是真人的頭髮 我們看這個是一個已經結婚的女人 所以她頭髮就斑成在後面 夜襟是以前的美館 就是鳳眼 現在我們帶在割雙眼皮 但是以前都是鳳眼 越小越好越細 越漂亮 那我們看到就是從雕刻到細腑 雖然這個偶可能一百年的歷史 但是畫了一個 這是一個非常非常靜緻的美術品 連破壞了 演了很久以後 它的美感還在 現在有那個偶的修復 對 修復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我們這裡有自己的修復的部門 但是我們的方向是保存 因為修復的意思就是要把所有漆拿掉 以後重新上市 那我們自己認為那個偶就比較失去它的 原來演過戲的那種美感 所以盡量就是保存它惡化 保存它現況 那這種傳統的偶大家看都是 頭髮都是真人的頭髮來做 那也是從這個衣服來看 西服來看就是非常精緻 那偶是非常環保的藝術 因為以前是做大人的西服 剩下布料就可以做布袋戲 還剩下什麼真的用不上的 腿裡面可以曬在裡面 所以真的一式的布都沒有被浪費 那另外就是在西服裡面 我們看到很多就是明朗的這種 還有客家的特色 那從我雕塑的角度來說 這個就是很傳承的這種偶心的角色